前世恐怖高温来袭 我带老公躲到地下室避暑 他将我捅好的食物全部送人 骂我有被害妄想症 想限制他的人生自由 我出去找食物 被他反手关在门外 活活热死 他说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我 我毁了他的爱情 早该去死 再次睁眼 本应该和我闹离婚 抢我房老公 却改口要了地下室 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 可他不知道恐怖高温过后 将是末日暴雨 我睁开眼睛 就收到老公的消息 江倩 我们离婚吧 你知道我心里的人一直是珊珊 现在他回来了 我必须和他在一起 而且你三年都没给我们张家生的孩子 就算我不介意 我妈能够介意吗 盯着手机里的消息 我的大口喘着气 明明空调已经开到16度 可死前炽热的窒息感 依旧缠绕在心头 我起身走到冰箱面前 将脑袋和手掌贴在冷冻层 过了好一会 我身体里的热议才慢慢压了下去 上辈子 我就是因为不同意离婚 所以遭到了老公张雨德的残忍报复 他刚得知自己的白月光田衣衫离婚了 就立马要和我离婚 还要求我近身出户 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白白拱手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我肯定不同意 结果在僵尺中迎来了恐怖高温 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 我带着他躲到当初买房赠送的地下室里避暑 他却在亲戚和邻居面前污蔑我 骂我有被害妄想症 想限制他的人生自由 为了当大好人 把我辛辛苦苦抢购的食物和水全部送人了 后来我忍受不了饥渴 我哀求他给我开门 承诺以后我都会出去找食物 离婚也把房子给他 门后却响起了他冷冰冰的声音 江倩 要不是你不同意离婚 我早就和珊珊在一起了 他就不会被活活热死 是你毁了我的爱情 你早该去死 要不是你不同意我妈和我们一起住 我妈也不会一个人惨死在老家 都要你害死他们的 可是当初明明是他先追求了我 是他向我求了婚 是他说田衣山已经结婚 他早就放弃了 是他妈妈当初放话说 没钱给我们买房 也不会到我们家来住 让我们不要管他 在悔恨和不甘中 我被活活热死 想到这里 我又赶紧看了一眼日期 末日高温在七天后 现在一切都来得及 见我不回消息 张宇德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江倩 离婚我也不会多要你的 市值四百万的楼房归你 地下室和二十万存款归我 我妈在老家身体不好 我想把他接过来照顾 我总得有地方给他住吧 我已经退让很多了 我们好聚好散吧 上一世的他 可是死咬着楼房不松口 突如其来的改变 只能说明他也重生了 我勾起嘴角冷笑 张宇德 下午三点民政局见 他以为守住地下室 就能挺过恐怖高温 却不知道 之后暴雨才是末日真正的开始 上一世死后 我并没有立马消失 而是看着地球先后经历过高温 暴雨 急寒 最后恢复正常 直到我的尸体被找到 我的灵魂才得以消散 而张宇德早就在高温末世中 被活活饿死 在民政局申请好离婚后 张宇德便喜滋滋地开着车走了 我转头去了房产中介所 立马把房子 地域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挂了出去 还没得买家找来 中介先全款买得下来 他们想大赚一笔 合约签好 二百万立马到账 我刚走到楼栋门口 就听见到里面传来婆婆和张宇德的声音 你把房子给江欠做什么 三年了 他可不下蛋的母鸡 浪费了你这么久的时间 陪给我一套房子 都算便宜他了 妈 等他死了 这个房子依旧是我们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到时候高温一来 江欠住在这顶楼的房里 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活活热死 到时候要是他没死 我也要弄死他 房子必须是我们的 我还以为上一世张宇德想杀了我 是因为田一山和婆婆死了 没想到这辈子我已经同意离婚了 他依旧没打算放过我 婆婆更是扬言要杀我 我压下眼底的恨意走了进去 张宇德扛着两台空调 婆婆抱着电扇 地上还摆着冰箱和空调外积 全是我房子里的家电 还没等我质问 张宇德先理智气壮地开口 江欠 这些家电也有我的份 既然房子给你了 这些东西分都不过分吧 我两只手死死地攥紧拳头 指甲嵌进肉里 疼得让我清醒 地下室已经有中央空调了 他还把家里的避暑电器全部搬走 他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 婆婆一口谈吐在我脚边 江欠 我儿子已经把大房子让给你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 随便你们 我冷冷看了他们一眼 朝电梯口走去 在路过婆婆时 用力在他脚上踩了一脚 疼得他一松手 手里的电风扇摔得稀巴烂 江欠 你这个小贱人 看老娘不打死你 在婆婆的怒吼声中 我关上了电梯门 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张宇德和婆婆 已经把家里洗劫一空 连橱柜里过期的泡面都没有放过 清凉的衣服和酱薯的东西 一件都不剩 郁寒的东西倒是一个都没拿 既然他们觉得自己用不上 我也不打算给他们留着了 我把家里能拿走的东西都拿了 拿不了的全人了 既然他们想我死 我也不会给他们留活路 拿着卡里的200万 租了一套高地市别墅 这个地市就算发生大暴雨 顶多把一楼和地下室淹了 而且别墅的主人常年在国外 不用担心发生灾难时会被他赶走 接着我去市场上 以开超市采购的名义 买了各种速冻食品 矿泉水 方便便 自热米饭火锅等食物 新鲜的蔬菜水果无法保存 又去药店买了各种维生素补剂和常备药 想到时候会出现停水停电的情况 各种设备也买了几套 花费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才把这些东西全部囤好 我刚要坐下来休息 张雨德的电话就打来了 江倩 为什么房子进不去了 你把锁换了 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我想换锁就换 关你屁事 张雨德气得直接把电话挂了 我知道是中介换的锁 但我不会承认 如果他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肯定会大闹一场 在灾难发生前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所以我特意提着菜回的小区 让他们以为我还住在家里 江倩 怎么不给自己买点好的吃 可被以后吃不上了呢 田一山和婆婆正站在地下室门口 一箱又一箱的往里面搬运物资 婆婆看着我袋子里的烂菜叶 捂着嘴哈哈大笑 离开我儿子后 结果连肉都吃不起了 你别省钱了 反正也没几天好日过了 田一山赶紧捂住婆婆的嘴 生怕她把高温的事说了出来 妈 别乱说话 接着她转个头看着我笑了笑 江倩姐 现在天气热 听说你家里连冰箱空调都没有 那就少买点菜 不然话里浪费 她带着笑意 但说出来的话 却让我在这将近40度的天气里 起立身鸡皮疙瘩 少买点菜 不就是想让我饿死吗 张雨德听到门外的动静赶紧出来 一脸防备地看着我 江倩 我们已经签好协议 地下室是我的 你别想乱打主意 不愧是一家人 都是骨子里的恶毒 我走到电梯口 偷偷举着手机 将他们正在搬运物资的行为录了下来 回到别墅后 我将门窗全部锁死 拉上窗帘 第二天 太阳刚刚升起 温度直接飙升到50多度 我正躺在地下室的睡床上 一边吃着冰淇淋 一边看着电脑上的监控视频 地下室 家里和家门口都有监控 张雨德和田一山 正大口吃着刚出锅的大肉包 婆婆却固执地要吃那已经过期的方便面 还自我感动到 妈把好吃的都留给你们 妈自己吃泡面就行了 他们也没多劝 这高温天气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结束 婆婆少吃一点 他们就能多吃一顿 人性永远都是自私的 结果刚到下午 婆婆就抱着肚子躺在床上哀嚎 嚷嚷着要张雨德给他买药吃 张雨德刚打开大门走出去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下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喷的一声 他赶紧关上门 冲到冰箱面前浓灌一瓶凉水 妈 外面是在太热了 要电根本不会开门 你还是在忍忍吧 婆婆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 立马扯着嗓子哭喊 老张啊 我辛辛苦苦把你的儿子拉扯到大 结果现在生病不管我 我还是随着你一起去吧 心找的儿媳也不懂事 我痛要死他还躺着呼呼大睡 地下室本身就小 只有仪式一听 婆婆响音又大 吵醒了刚睡着的田衣山 让你不要吃过气的东西 非要吃 现在大热天的出去就是送死 你想要我们去死 就直接说 两人一言一句吵得没完 我看着想笑 又去泡了卫冰奶茶 刚喝上一口 手机就响了 张雨德急躁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姜倩 我记得家里有肠胃药是不是 妈吃坏东西了 你送点到地下室来 我嘴里嚼着珍珠 慢悠悠倒 可是电梯已经停了 昨天我又把脚扭了 爬往楼梯 要不你上来拿吧 23楼 你让我在这大热天爬楼梯 你疯了吗 我笑了笑没说话 在婆婆的再三催促下 张雨德出了门 走走停停 花了半小时爬上了23楼 姜倩 我到门口 赶紧开门给我拿药 她衣服已经湿透 皮肤热到发红 两只手撑着膝盖 大口喘着粗气 哎呀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在家呢 要不你等我晚上回来再上来拿 听到我心灾乐祸的声音 张雨德气疯了 姜倩 你竟敢耍我 看老子弄不死你 我直接掐断电话 开了静音 张雨德气得连打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等着爬了23楼累不行 再加上气温不断升高 她差点就翻个白眼晕了过去 她又花了半个小时 爬下楼梯回到地下室 见她两手空空回来 婆婆气得对她破开大骂 张雨德 要你有什么用 去了这么久连个药都拿不回来 你就是想要我活活疼死 少个累赘 婆婆说话向来难听 当初我也是看张雨德总是挨骂 所以才不和婆婆一起住 可这三年里 张雨德好了伤疤忘了疼 上一世将婆婆的死怪在我身上 这也是我倒要看看她能不能做大孝子了 田一山一边吹着风扇 一边吐着指甲油 肚子痛喝点热水就好了 多大的人了哪有种娇气 这么热的天喊儿子出去买药 不知道的 还以为雨德哥是你领养的呢 张雨德灌了整整两瓶冷水 才缓过神来 听到田一山挑拨的话 她冷眼看着婆婆 满脸永远 想吃药 你自己爬上去药啊 又不是我逼着你吃过气方便面的 自作自受 见一向不敢和自己顶嘴的儿子 居然开始反抗 婆婆摇摇牙气的跑进小房间 连晚饭都没出来吃 张雨德和田一山也乐得一个清静 自顾自的享用着美食 丝毫不在乎隔壁房间里生嫩气的婆婆 夜里 她俩睡得香甜 婆婆捂着肚子疼痛难忍 只能靠玩手机打发注意力 我登陆小号在夜主群里说话 现在天气炎热 根本没法出门采购 大家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用物一物 群里那些饿得睡不着的人都被炸出来了 我家还有茅台 游戏机什么的都可以换 直接来我家里搬 谁家需要药吗 我家常用药全有 只求几包方便面和面包 我拿黄金首饰给你们换 什么吃的都行 家里小孩已经饿到不行了 原本皱着眉的婆婆 立马坐了起来 偷偷摸摸到客厅拿了几包方便面 和自热火锅出门 半小时后 婆婆满头大汗的回来 满面春风 一只手拿着药 一只手不停摸着脖子上的金项链 他们囤的食物本就多 不去盘点 根本不知道少了什么 婆婆尝到甜头 接连几天晚上都趁着他们睡着 拿着食物去换金的换钱 随着温度的逐渐上升 食物越来越值钱 婆婆从开始偷拿几包 把后面的城乡城乡往外拿 直到一个星期后 现在活命最重要 你换这些钱和金子有什么用 你饿了能顶饱吗 张语德气得用钥匙把门反锁 让婆婆出不了门 这下子可把那些等于换食物的人急坏了 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婆婆 他们在群里疯狂的爱特张语德 赶紧让你妈出来和我们换食物 早就说好了的 钥匙你不肯给 别怪我们冲到你家去抢 都是邻居 我们不想闹得这么难堪 你不就是住地下室吗 那里的门可抵挡不住我们 业主群里都是找张语德换食物的消息 张语德气得脸红 死死的瞪着婆婆 你看现在好了吧 所有人都找我们要吃的 本来这些吃的够我们三人吃一年多 现在要是分出去 别说一个月 一个星期都活不了 你偷偷换东西就算了 还把咱们家的信息都说出去了 你不知道家财不外露吗 现在咱们就是带宰的羔羊 田一山冷笑一声 张语德 当初你可是说了会保护我 我才答应跟你好的 现在你妈惹出这么大的烂摊子 你说该怎么办吧 婆婆自知理亏 双手死死的攥着衣角 由于半天才开口 我没有和他们说 食物放在地下室 我们可以说 吃的都在姜茜哪 让他们去二十三楼找姜茜 话音刚落 张语德拿起手机 就在群里发消息 大家不好意思 不是我不想和大家换 囤积的食物 全部都在我前妻姜茜家里 她住在二十三楼 大家有需要去找她换吧 我妈这几天 把家里的口粮 都给大家换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得去找姜茜拿食物 真是好一招 祸水冬饮 我没有立马在群里解释 人只有愤怒到极致 才会冲动 半夜 一波又一波的人 卡了高温爬到二十三楼 结果敲开完后 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也没有食物 甚至还有人在爬楼的中途 中熟死亡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 被张语德耍了 气得牙痒痒 张语德还在群里继续演戏 我明明都把食物 搬到二十三楼了 姜茜肯定是看到 群里的消息 把食物转移了 她真是好重的心机 她就是想让大家饿死 还没等其他人说话 我登上大号 将那天在电梯口拍的视频 发在群里 视频里 他们三人搬了一箱箱的食物 走进地下室 还能清楚地听到 张语德的嘱咐 你们可不能把这事声张出去 到时候饿死的人肯定很多 我们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些邻居不用心软 他们死了也活该 视频一发出来 这些人齐刷刷地 从二十三楼 跑到地下室 找张语德算账 张语德在电话里 朝我怒吼 姜茜 你赶紧把群里的视频 给我撤回 不然我跟你没完 我都被她逗笑 你想怎么和我没完 我看你现在是自身难保 电话那头不断传来的 敲门声和咒骂声 这个夜晚 张语德不脱层皮 根本活不了 如果不是他们给我泼脏水 我根本不会这么快 就把视频放出来 要怪就怪他们自己 又太又坏 发到电话后 监控里听到婆婆 咒骂我的声音 你看看你当初取了个什么东西 不光不帮忙 还落井下石 说着她又看了 站在一旁的田衣衫 现在又找了个好吃懒做的废物 一点忙都帮不上 田衣衫这回也不和婆婆吵架 笑着将婆婆推到门口 妈 您厉害 那派您出去把这帮人打发走吧 张语德也没阻拦 就静静看着 这时 门突然被砸开 婆婆抱着地上的一箱泡面和矿泉水 冲到房间里反锁了门 在慌乱的争抢中 张语德被揍得敌青脸肿 田衣衫吓得躲在角落 这些人离开后 整个客厅一片狼藉 食物和水全部都没了 被撞化的门倒在地上 热气不断涌入 张语德看了眼紧闭的房门 扯了扯嘴角 还好我妈聪明 拿些东西藏起来 田衣衫冷笑一声 你以为他是为了我们吗 他根本就不会打开这扇门了 张语德脸色一沉 立马去敲房门 里面传来婆婆冷冰冰的声音 你们刚还想拖我出去 别想让我救你们 房里的食物都是我的 田衣衫拿起自己的行李 就往门口走 珊珊 你去哪里 张语德一把抓住他的手 拦住去路 你现在已经没有食物 没有住所了 我陪你留在这里等死吗 田衣衫一把甩开张语德的手 打着电话朝外走去 诚哥 你在哪里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自从高温开始 就有不少人 靠着肉体交易换取资源 田衣衫身材外貌 本本就出众 眼看张语德靠不住了 他肯定选择另谋出路 随着天边逐渐亮起的白光 气温也在不断上升 张语德逐渐呼吸困难 他跪在房间门口 哀求婆婆开门 妈 我快热死了 你赶紧放我进去好吗 我不和您抢食物 我就在里面吹破空调 还不行吗 田衣衫走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妈我是你儿子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 热死在外面吧 多么熟悉的一幕 上一世 我就是这样被关在门外 活活热死 婆婆终究是没有很下心 在张语德快要晕过去的时候 开门将她拉了进去 他们靠着一箱水和一箱泡面 扛了半个月 高温天气持续整整一个月后 夜里突然电闪为名 下起了滂沱大雨 温度也从原本的80度 瞬间下降至30多度 所有人都在群里欢呼 火炉般的终于结束了 这场大雨下得好呀 屈他妈的高温 这太阳不是很厉害吗 有本事继续晒死我们啊 我站在别墅二楼窗子朝外看去 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窗户上 似乎想将玻璃打碎一般 还有不少人站在雨水量里奔跑 尽情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 看着这月下越大的雨 我只觉得心里出的慌 这个城市马上就要被淹没了 张宇德和婆婆也以为高温过去了 直接放开肚子 把仅剩的几包泡面一口气全部吃掉 高温才刚刚消失 食物价格依旧高昂 张宇德也只买了够三天吃的量 就回了地下室 这场大雨下个不停 到第二天晚上 雨水开始逐渐涌入地下室 张宇德和婆婆在睡梦中 被没过口鼻的雨水给惊醒 他们吓得翻下床 还不忘拿起客厅食物 躺着水朝楼上跑去 张宇德爬着楼梯打电话通知我 江倩 我们现在还没拿到离婚证 所以还是夫妻 现在地下室烟了 我大妈回二十三楼住 你赶紧给我们铺好床 我看了眼监控 中介在下大暴雨的那天 就搬进二十三楼 而且里面还有他们的老熟人 张宇德 我忘记告诉你了 房子我已经卖掉了 别人已经住在里面了 电话那头我沉没了片刻 紧接着响起婆婆怒骂声 江倩 这个房子是你们夫妻同财产 我爸妈的房子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这个轰我离定了 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 半小时候 他们爬到二十三楼 敲响门后还想硬闯 被一个花壁大汉轻轻一推 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 田衣衫穿着吊带睡衣 走出来挽着大汉的手臂 笑着一脸讽刺 张宇德 诚哥现在还缺个男伴 你要不要考虑下 张宇德哪里受得了这个羞辱 拉着婆婆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没一会 婆婆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在那头哭哭啼啼 倩倩呀 宇德哪里做不得好 妈替你揍她 总归你们夫妻一场 怎么能说离就离 你赶紧把房子拿回来 咱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现在地下誓言了 我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去 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你总不会害得我流落街头是不是 我笑了 我怎么就害她了 阿姨 您的儿子是张宇德 害你流落街头的是她 怎么也怪不到我的头上 是你把房子卖了 所以才会害我没有地方住 见我软硬不吃 婆婆彻底急了 江倩 人在做天在看 你不怕遭报应吗 我勾了勾嘴角 应该不会吧 我现在吃得好睡得好 如果你们不骚扰我 那就更好了 那头响起了张宇德的怒骂声 江倩 有本事你就赌一辈子 别让我找到你 我懒得理他们 去厨房拿出冷冻榴莲 美滋滋的躺在床上 一边看剧一边吃榴莲 十分惬意 一觉睡醒 手机里显示几十个位接电话和短信 全是婆婆和张宇德轰炸的 为了活命 张宇德甚至给我写起小作文 从相识到相恋 情真意切 要不是上辈子 我被他残忍关在门外活活热死 我怕是都是相信了 真是可笑 老婆 你终于愿意理我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当初离婚 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其实我心里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我压下心底恶心 假装哽咽 要是你早点想通 我们哪里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可是我现在在外地 根本赶不回去 合同都签了 钱我也收了 房子肯定要不回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逼我们去死吗 张宇德听到房子要不回来 立马就装不下去 我没理会他 继续说道 我们小区对面有个救助站 那里提供食物和休息的地方 我记得地下室的柜子里有救生衣 还没等我说完话 张宇德就把电话挂断 柜子里只有一个救生衣 张宇德和婆婆 可是有两个人 他们到底谁会把这个救命的机会抢走呢 上辈子 张宇德怨恨我的 害死了婆婆 这一时轮到他自己做选择了 半个小时后 监控里出现他俩的身影 婆婆站在门口等着 张宇德游进房间里寻找救生衣 当看到柜子里只有一个救生衣时 他脸色变得难看 婆婆全身湿透冷地颤抖 嘴里不停地催促 宇德 你搞快点 外面雨越来越大了 我们得趁着水还没那么深 赶紧去救助站 要是留在这里 我们不是被饿死 就是被冻死 而且还不知道救助站人多不多 这番话让张宇德下定了决心 在婆婆惊讶的目光中 他穿着救生衣 两手空空地游了出来 妈 救生衣只有一件 我先去救助站 到时候找人一起来接你 说着 他转身向楼洞外走去 婆婆不动声色地 捡起地上的木棍 朝张宇德的头上敲去 没良心的狗东西 还想丢下老娘自己跑路 张宇德被这一棍打淫倒在地上 失去意识婆婆 赶紧把张宇德身上救生衣扒下来 穿在自己身上 拿走全部的食物 头也不会走了 可是根本没有救助站 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等张宇德醒来时 他已经在地上躺了整整三个小时 疲惫不堪 再加上浑身湿透的 躺在冰凉的地上 他生病了 烧到脸色发红 他或许也知道 如果再不寻求帮助 肯定会死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他一脸虚落地靠着墙 浑身忍不住地颤抖 老婆 你现在活得好好的 肯定有办法来救我的对不对 我爱你 我还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求求你 现在帮帮我好不好 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 只要你这次来救我 不然我会死的 前世我卑微的哀求 都没有换得他一丝善意 他凭什么觉得 说两句好话我就能救他 那你去死吧 回复完这句话 我直接把他拉黑 张雨德没想到我这么绝情 将手机砸在地上 破开大骂 江倩 我是不会死的 我一定要活下去 现在他只剩一个人了 该怎么活下去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 张雨德出现在23楼的监控里 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这是准备去卖屁股了 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大家为了活命 什么都干得出来 通过这几天的监控 我的支中介名叫刘峰 花壁大哥是他的表哥 叫陈大胜 他俩在小区里到处抢劫物资 俨然成了末日里的低头蛇 田一山当初离开 就做了陈大胜的小情人 张雨德长得白净 一副奶油小生的模样 陈大胜打开门 看到他走进来 眼睛都冒光了 时食物者为俊杰 哥哥不会亏待你的 陈大胜伸手在他的屁股上掐了一把 他吓得差点把腿就跑 为了活命 死死咬着下唇忍住了 田一山给他端来一大碗 煮好的方便面 上面还放两个荷包蛋 此时张雨德已经饿了一天一夜 抱起碗狼吞虎咽 连一滴汤汁都没有剩下 刚放下碗 就被陈大胜一把抱起 走进了卧室 不一会儿里面 就传来耐人寻媚的声音 几天过后 张雨德知道了游戏规则 只有讨好陈大胜 才能获得食物 为了吃饱饭 他开始和田一山争宠 贱人 今天轮到我了 你干什么去房间 你卖屁股还卖上瘾了 田一山死死拽着张雨德的胳膊 脸已经气到变形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饱了 自从张雨德进来 陈大胜就再也没碰过他 张雨德一脚踹开田一山 阴沉着脸 管好你自己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田一山跌坐在地上 讽刺大笑 当了婊子还立牌方 张雨德 你在清高什么 你就是出来卖党 他起身张牙舞爪 朝张雨德脸上抓去 我要毁了你的脸 看你用什么去勾引男人 没想到曾经相爱的两人 现在为了一口饭 为了一个男人 在这大打出手 这时 陈大胜搂着一根陌生女人 推门进来 他一脚踹开 躺在地上撕打的两人 要打架滚去外面 想在房子里待着 做老实店 陌生女人来了后 他俩饿了整整三天 都能吃上一口饭 陈大胜拿着一根火腿 在他们眼前晃 笑着开口 我只打算养一只狗 养你们俩谁好呢 谁最听话 我就要谁 就在两人不停地学吼叫 试图得到火腿肠的时候 陈大胜打开窗子 上前死死掐住陈大胜的脖子 眼里满是癫狂 我不能死 要死也是你死 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就在两人联手 伤害陈大胜的时候 陌生女人惊呼着跑了 中介流风 也赶紧拿着剩下的食物往外跑 可惜还是慢一步 对追上来的张语德抹了喉 张语德和田一山 坐在地上把食物平分 甚至晚上还躺在一张床睡觉 好像前几天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暴雨下了整整十天 温度开始下降 张语德和田一山 冻得瑟瑟发抖 空调早就被张语德全部拆了 没有任何取暖的电器 家里所有的厚衣服和被子 也早已都有扔了 现在末日人人自危 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求收留 根本没人理他们 短短一天的时间 温度骤降至零下四十度 路面上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不知道田一山 从哪里弄到一件厚棉袄 紧紧地裹在身上 张语德看到的时候 眼睛都红了 他忍着身上洞窗的疼痛 冲上去争抢棉袄 硬生生地拽掉田一山的一大把头发 鲜血瞬间 他的脸颊留了下来 臭婊子 如果没有我 你早就死了 快把衣服给我 田一山痛苦地哀嚎 他死死地抱着自己衣服 不肯松手 我要活下去 我不能死 在扭打中 田一山身上的厚棉袄 早就被撕成了碎片 棉花掉落了一地 漆黑的夜里 躺在地上的两人 渐渐没了动静 一切都是他们自作自受 但凡张语德重生后 不选择报复我 他根本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一个月后 温度逐渐回升 地球迎来新生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外面响起来巡逻车的声音 几端天气已经消失 灾难已经结束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已经派人进行救助了 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走出别墅 再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末日已经结束 但是收尾工作任务繁重 遍地的尸体 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导致瘟疫 而且房屋毁坏 不少人无家可归 食物短缺也是问题 我加入了政府救援组织 把多余的食物 全部捐了出来 张宇德和田一山 早被冻死在了那个夜里 婆婆的尸体在路边被人发现 据说当时有幸存者 已经收留他了 可他背着别人拿着食物跑了 惨死路边 因为张宇德死了 我们的婚姻也不复存在 我去民政局拿到了离婚证 拿着手里剩下了一百多万 我去新的城市开始生活 我终于也迎来了 属于自己新生